外交部正告美方 打台湾牌得不偿失只会引火烧身 1月10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7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私通电话 表示美坚定支持欧盟和立陶宛应对中国经济胁迫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谈到所谓的胁迫 美国政府自己将1994年 迫使海地军政府下台 称为胁迫外交的范例 2003年 把303亿美元的军费用途 明确列为开展胁迫外交 美国不择手段打压法国阿尔斯通 日本东芝公司等竞争对手 胁迫台积电三星等企业交出芯片供应链数据 是赤裸裸地勒索外交 汪文斌回应道 美方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举措 歪曲为胁迫 充分暴露了美国话语霸凌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最有限显米国南京 在四十八百百万 建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